ARJ-21它这次在青康藏高原 一个月的掩饰飞行 就是告诉你 我们现在开拓这条路线上 现在ARJ-21这种中程的飞机 它可以在青康藏高原试航了 那就可以把本来困难的交通 困难的货运变成便捷的货运 所以说它现在已经有 大约400条航线了 也就是飞到中亚 以及在国内的航线 它在一般的短程区间客机里面 它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它的前景非常看好 而且它已经运送到了 突破了1000万人次了 它比C919大飞机试航性 还要更加的令人满意 而且让旅客安心 中国的国产商用飞机 还有另外一架叫做ARJ-21 它跟前者不同的地方在于 它可以负责一些中短程的支线 并且它拥有良好的高温高原倾降性能 那目前这架飞机正在展开 为期一个多月的 环青藏高原的掩饰飞行 那么想问干哥 你会不会想做上ARJ-21 来俯瞰这个青藏高原的状态 我非常想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青藏高原 我说一句实在话 其实那个地方 如果说你要进行探勘 或者是我们说 这个科学的那种查证的话 通常是只有直升机 可是直升机 你说它飞到2000多公尺 那个真的是很困难 所以你要知道ARJ-21 这个新飞机 它其实不新了 它比C-919大飞机要老多了 不过它这次在青藏高原的 一个月的掩饰飞行 就是告诉你说 我们现在开拓 这条路线上 因为它其实 它常常已经飞到了哪里 就是说乌兹别克的塔神干 那个货运航线早就开通了 现在这个ARJ-21 这种中程的飞机 它可以在青藏高原 它可以试航了 所以说将来 它们会飞到哪四个城市呢 四川成都 青海的西宁 西藏的拉萨等地 它可以飞到这么多个地方去 那就可以把本来 我们在青藏高原 困难的交通 困难的货运 变成便捷的货运 所以说它现在已经有 大约四百条航线了 也就是飞到中亚 以及在国内的 这样子的航线 它在一般的短程 区间客机里面 它已经占有一席之地 那ARJ 它现在还有 一百二百三百 到七百型 七百型是家常型 它现在里面竟然有 前面有八个 那个商务舱的座位 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 ARJ-21 它的前景 非常看好 而且它已经运送到了多少 它已经突破了一千万人次了 它比C919大飞机的飞行试航性 还要更加的令人满意 而且让旅客安心 我们来看广受中国大陆民间期待的 国产大飞机 C919 这个推进到量产计划迈入新阶段了 第二的总装厂选址呢 确定要落脚上海浦东的临港芯片区 那目标是产能全开的情况下 要突破年产150架 那么在老牌的波音 因为频繁的飞行问题的落难时刻 这个中国C919 有没有机会飞出国门 来让航空公司多一个新选择呢 而且它又要面临哪一些挑战 需要克服的 杨老师 对 你刚才提到就是 919 其实现在已经看第二这个总装厂 在上海浦东 那年产150架 其他现在已经大概交给东方航空 还有南方航空 各有就是数架 那我知道交给东方航空已经有7架 那南方航空这边大概也有好几架 那南方航空这边 我看的这个报道检视 它把这个分为三个舱等 公务舱 明珠 经济舱 它的明珠 经济舱 就我们叫做豪华经济舱这个概念 还有经济舱 通常在这样子的这种 就是单走道的这个舱位里面 前面大概就是有四个 甚至最多八个公务舱 后面大概全部都是经济舱 那你就为了要多载人嘛 可是南方航空他们设计的一个舱等 就是在164人 164个座位 他分三个舱等 所以他一些其他的这个设计 我看他谈到的里面 其实都还蛮蛮不错的 蛮合乎人体工学 然后空间更大 所以就乘客而言 他的体验一定比过去 我们用的那些波音 其他的飞机要感觉更好 那更不要说安全性 那怎么说安全性呢 因为现在欧盟也来做验证了 七月份的时候 欧盟的代表也已经到了上海来 先在模拟机里面 然后呢 他们现在是希望说 2025年的时候 能够取得欧盟的认证 目前我们看到在东方 南方航空所已经开始这个营运的 这些C919的这个飞机 从飞哪些地方呢 上海 成都 北京 北京飞的是那个大型机场 然后呢 西安 广州 所以你看 就大陆的这个东南西北 它都可以就是说在范围之内 那因此整个大陆的市场 现在都已经应付不完 我想这个第二种张场够吗 年产量150架 如果将来欧盟取得更多的认证的时候 不只是欧洲国家 其他全球南方国家也会 你大概问我 你怎么又讲美国呢 那就不要试了 美国不会让它过的 你还记不记得 那个时候日本在做一个叫MRJ 那个是三菱重工吧 对 那结果搞了好久 结果最 飞机都飞上天了 美国就是不给它认证 后来就整个公司取消掉了 所以我觉得C929 我觉得国内市场 还有就是全球市场就够了 是 或许这个919满足内需就够了 我们说这个全球的航空市场 长期以来都是被美国的空八 还有欧洲 美国的波音 还有欧洲的空八 两大巨头给来分时主导 但是波音近年这个出包事情 一件接着一件 执行长凯尔红还被叫上听证会去立正站好 航空出包航太也拉扎 之前这个星际飞船 载了两名国际太空站的这个无辜太空人 到此时此刻 他们都还在上面 这样下去我看应该可以在上面过中秋了 可能连圣诞节都要过了 那这个原本八天的任务就被迫加量 真的是很瞎 那个波音一个好好的百年老店 怎么会沦落到今天这个田地呢 建长你怎么看 因为其实以美国为首的 这些西方国家的公司 在最近二十年 他们追逐的不是性能更好 或者是讲究创新 或者是讲究质量工程师文化 他不是讲究这个 他讲究能够获利 那讲究获利那就恰恰好 他把他的相关的设计 以及他的结构做了部分的减免 讲白一点 就是偷工减料 那偷工减料结果 现在波音777就出现了嘛 也就是你才在夏威夷是非 怎么就发现了 他的结构已经出现裂痕了 还没有金属疲劳 金属已经疲劳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样子讲 如果我们来看一个 就是说比较缜密的工业工程 是怎么做的 这个是我们看到 波音其实他的作业的手册是这样的 也就是他的轮胎 那他的外面的这个盖板 到底是怎么安装的 他每一步都有 而且你要用什么样的板手 你要用扭力板手 你不可以使用一般的板手 扭力板手要上多少的磅数 然后他的顺序是如何 通通都有规定 可是为什么波音的这些人员 他不愿意做 因为你 他原来做生产线 我只要做这项工作就好 你现在叫我做两三样工作 而且还限定时间 那对不起 我就是顺手了 扭力板手不用了 上面前面就用老虎钱 我就老虎钱上了 还扭力板手了 对不对 这就是你上的磅数过多 或上的磅数不足 都是问题 上的磅数过多了就裂了 上的磅数不足了 就飞到一半掉了 这是不是都是波音的问题 是啊 中国大陆第一架国产大飞机C919 被寄予厚望 甚至被看好未来能够打破 美国波音 还有欧洲空中巴士的垄断 能够顶足而立 但是在正式商业营运一年之后 现在面临到的是 产能跟品质的问题 被打上了问号 网络上不断传出一些 实际搭乘体验 但是不好的消息 从图卡当中 您可以看到 包括说有乘客发文说 他搭乘这个东航MU9197 上海虹桥到成都天府航班 结果他说飞机持降之前 这个空哨开始发东西了 发的是什么呢 是这个纸巾 说等一下是要来擦水滴用的 那同时他还拍下这张照片 说这个行李架上的这个缝隙 怎么歪歪扭扭 他认为说 这很像汽车配件械的这个工艺 觉得说这样的体验真的不太好 然而现在种种的负贫 但是杭司跟中国商费呢 不是设法把这些流言删掉 不然就是装睡 不愿意面对问题的态度 严重打击到很多铁粉他们的信心 这个C919的订单持续在交付 但是一年多来 数量只有七架 号称千架的订单 勇老师您看到底是真还假 那未来还有哪些困难是需要突破的 我跟你讲 这个订单绝对是真的 因为C919的话 它现在呢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坏消息 因为呢 一个新型的飞机 因为大家要了解 每个人都有坐飞机的经验 大家最害怕的什么 都不用再多说了 对不对 那现在波音公司出现这种状况的话 大家都觉得上去以后会问一下 以前我从来不问我坐什么飞机 现在我问一下 这一下是不是波音的 还是空巴的还是波音的 就稍微问一下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 首先大陆的这个C919的话 四航真的没有拿到的话 这个说明了 有问题 有问题 因为我自己跟 我自己跟那个东航的人问过 他们就是从上海飞到成都去的时候 我觉得C919的时候 他们都飞过这样的脚 他们基本上很明显的可以感觉到 就是说那个整个放东西的 那个仓储的那个位置 稍微小了一点 之外的话呢 他觉得还挺舒服的 像这个我讲 什么发指来插 我觉得这个有一点夸张了 空哨来发指 要大家插水滴这个 因为有水滴这种问题的话 一定是内部机器 一个飞机最重要的问题是安全 不是有没有水滴 那像这个水滴问题好修改 对不对 那现在的话呢 我觉得C919在发展过程当中 我自己个人感觉到 为什么会蛮好的 就是第一个 四航证没有发下来 现在大陆正在跟这个 因为基本上的话呢 AB称霸 Airbus跟波音称霸 就不喜欢C出现吧 对不对 那这个总是要有一段时间 获得充分的认可 就有点像奥运的 这种游泳池里面游泳 西方人都不习惯 有黄酒人的脸 那么站在那边拿金牌 那久了就习惯了嘛 那第二件事情的话就是 四航证如果在四航的期间 现在东航有买这个C919的飞机 除了这个上海成都 上海北京 还有上海西安 这个都是一个慢慢 让它慢慢慢慢变熟嘛 什么东西的话呢 都是有潜入生意 就是慢慢慢慢有潜入生意 然后就在应用嘛 然后第三个的话呢 我为什么没有信心 因为大陆现在已经有C929的计划了 就是更大 然后更长久 它有各式各样的一个连续发展的计划 当然我目前为止觉得 因为天空的安全 是要300%的确定 要500%的确定 你不急着飞啊 对不对 你现在急着飞的话呢 现在听这个消息 对不对 原来我还蛮想到成都去 从上海去一下 现在看到 打消慈念 就觉得再等一下 要冒险也让别人去冒吧 自己不要急的 但是这个里面说明了一个很重要的重点 就是说飞机这个事情是安全第一了 不是里面有没有水什么 这个不重要 那么C919的话呢 在大陆本身来讲 投资这么大 它有它的长期的战略的计划 那么最主要要做的事情 就是在这里 就是说要发展的稳扎稳打 所以说一步一步来 那么大陆有这样的计划 我觉得就是自己的 它那个千架飞机 都是自己国内的航空公司在订的 也没有说是什么外国公司 它没有这个四航证 它怎么让人家来订飞机呢 所以说这个也其实 在我看来的话 这个飞机还是稍微能够 能改善 发现缺点 不像波音现在 它整个问题的话 它自己拒绝发现缺点 对不对 然后讲缺点的人都无疾而终 那还得了 是 目前中国商飞已经确定 订购C919的数量 大约是800多架 那其他都是表态说 有采购意愿 那刚刚 月老师帮我们提到 大部分都是大陆的航空公司 或者是有国企背景的 这些主领公司 那虽然说中国商飞 现在他们是把这个销售主力 放在中东跟非洲 但是成果还有待观察 今年初以来呢 越南的商用飞机架数 是严重不足 导致了运量大幅下滑 那机票的价格也变贵了 但是就在被问到说 那要不要买这个中国制的国产飞机 C919的时候 您图卡当中看到这一位 他是越航的CEO 一句话秒拒绝 好 那如果顺利拿到试航证 未来是不是可以帮助航空公司 解决这个缺机草呢 立将军你怎么看 我首先要说明一下 这航空公司的飞机 跟军用的运输器 是完全不一样的设计理念 我们会问说 为什么运20可以做得出来 那C919为什么有问题 这完全不同的设计理念 因为军用飞机 它作战要使用 比如说我跑道距离很短 比如说我是泥巴蒂 我也可以起飞降落来讲的话 我可以不计较说用油多少 我只要说马力够大 我可以作战来使用 飞得更快 更远 更高 对 民航机 它不需要做到超音速 可是它要求的不一样 第一个 我是航空公司 我营业 第一个我要省油 对不对 这个你不要看了 我经常坐那个飞机 我空军同学 他们在开民航机 他们会就是尽量想办法 怎么样让这个油省一点 然后这个公司 就会给它发奖金 所以油来讲的话 对飞翼来讲非常的重要 你航线是这么宽 比如说你规定要这样转 他们会去切近线 切近来讲就少飞一段路 那油就可以省下来了 那比如说 如果说你降落技术不好 你又回头再飞一遍的话 那又多烧油了 所以航空公司 他们会鼓励飞行员 你尽量能够节省油 所以飞机来讲的话 它这个行民航机来讲 第一个是安全 就像院老师说 第二个你必须要省油 第三个要让旅客坐得舒适 那就不一样 那跟军用飞机又不一样 你不管座椅 或飞机上的娱乐设施 等等来讲 这是完全不一样设施理念 那C919 现在来讲的话 当然对这个欧洲的空八 跟美国波音来讲 是很大一个商业上的一个竞争 可是很遗憾的就是C919 它大概60%的零组件 还是跟空八 跟这个波音一样 是全是 尤其是它内科引进 是都一样的 那现在来讲 如果说是美国 他们联合开发这个引擎来讲的话 它当然优先给自己空八 给自己波音 那它不会给你C919来挂 来用 所以在这种状况之下的话 它产能当然就会受到影响 可是现在来讲 中国自己也发现这个问题了 所以它设计现在一种 民航的引擎 叫长江一千 西街一千的引擎 就是准备给C919用的 它另外来讲的话 现在这个引擎来讲 它把它挂到哪里 挂到运二十的 在运输机上面来做是非试航 当然我觉得现在来讲 试航证 欧洲跟美国来讲 有可能不发给它 可是中国自己国内已经印证 它已经没有问题了 那以后来讲 这个四航证 当然越南或者是美国 或欧洲来讲的话 会不会愿意发 我觉得这是 这个另外商业 政治上的考量 是 另外一个焦点 要带大家来看到 是三星宣布 固态电池的研发 有大普破 试点生产线全面运转 计划在2027年前要量产 那这个电池的续航里程 达到965公里 充电的时间只需要9分钟 寿命可以达到20年 那大陆当然不弱人后呢 日前官媒中国日报就报导 说北京投入了人民币60亿元 和台币超过260亿 用在全固态电池的研发 那甚至包括像是 宁德时代 比亚迪 一气上气 蔚蓝星能源 还有吉利这六家企业 可能获得政府的基础研发支持 好 我们再来要看到的 就是这个另外一家 快科技它的报导了 说这种材料呢 跟传统材料相比的话是具有这个电导率 高能量的密度 常使用的寿命等等的优势 有望可以让这些电子设备小型化 长续航 那这一项成果现在也被刊在这个学术期干 自然发表人员上面 好 我们知道说 手机电脑和其他的电子设备当中 使用到的这种离离子电池 大多数是透过一匹的这种电解质 来储存和释放能量 好 孙志哥请教您您怎么看说 大陆现在在这种全固态电池上面的突破 其实固态电池我认为大陆是领先的 三星这个宣布 它在今年三月宣布之后 它这两天宣布是因为 它的生产线做好了 可是生产线要量产 你生产线还要调试 像半导体一样 所以它预估是2027年才能整个大量产 以它讲的这么厉害的 刚刚讲说充9分钟就可以达到965公里 但这个东西不是瞎瞎讲的 因为宁德时代现在已经做好 现在只等客户要买的 他们是10分钟充600 它是神充 是那个神型plus的部分 而且它大家讲的部分是 它可以充超过1000次以上 那以固态电池来说 这已经是非常非常厉害的技术 当然固态电池是这样 目前还是磷酸铁理 大家现在在看所有的这个 所谓这个电池 要注意第一个是材料科学在做变化 流电池或干嘛这类成本更低 然后也开始增加它的电池密度 因为成本低会差很多钱 十分之一的成本而已 所以现在我们来看 就第一个大的能量的 所谓汽车或者是除能 能量密度要很高 储存很多 然后瞬间踩油门 它的电量给你很强 这个有它特别技术 还有故意安全 所以现在整个技术 当然都是往电动车 或在这方面的这种除能电池的应用上为主 小型我们手机这个部分 虽然你说手机几亿资全世界 但是这个需要什么能量密度吗 它要按一下 你要大放电吗 像皮卡丘 也不用 它就持续地稳定 因此真的把这个高新的技术 放到手机上的比较小 就是充电快 但是这里头因为安全起见 手机还是有在燃烧 所以我相信在今年下半年之后 新一波的手机越来越会开 是安全的这个固态电池 因为它中间跟电动车是不能比的 所以固态电池最主要刚刚讲 材料方面往流电池这个方向的行动性 那大家其实在拼敏固态电池 中国大伦的主要 他们是国家的